国航的PS5怎么刷港版 怎么改港版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但是这个刷字跟改字有待上去 我们的目的是让国航的PS5机器 登陆港服账号 买港服的游戏 买港服的会员 下面说一下步骤和原理 首先国航的PS5和PS4 只能直接注册和登陆国服的PSN账号 访问国服的PS商店 国服的PS商店大概有几百款数字游戏 大部分都是4399 我这台PS5就是国航光区版 如果直接登陆港服账号会报错 但是它可以直接玩港版日版的光盘游戏 但是只限单机游戏 不能玩网游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港服商店 里面大概有4000多款数字版游戏 好玩的三叶大作这里都有 港版和日版的PS5可以直接登陆港服账号 登陆港服商店 从港服商店购买和下载游戏 还有会员以及多人联机对战 那国航的PS5该怎么弄呢 第一步 用手机或者电脑的浏览器 访问港服PSN的网站 注册一个免费的账号 如果平时两个人玩游戏 那就注册两个港服账号 第二步 从网上找个卖家专门做PS5港服备份的卖家 我不做它有港版或者日版的PS5机器 在他们的机器上登陆你的港服账号 要提供密码的 然后通过它的PS5备份导出一个文件 大概20兆左右 这个文件最好给你发邮箱 因为以后还能用得着 这步操作叫备份 只要是非国航的机器都可以 但PS4是不行的 只有PS5才能给PS5做备份 如果你有两个港服账号一起打包备份 得到这个备份文件之后 从你的电脑上解压 然后复制到一个U盘上 把这个U盘插到你的PS5上 从PS5系统里面执行恢复复备份 具体的操作和步骤 卖家会告诉你 因为你的PS5是新买的 里面没什么东西 可以放心恢复复盖 恢复成功之后 你的PS5就可以登录你自己注册的PSN港服账号了 可以从港服的PS商店买游戏买会员 而且可以玩多人线上对战游戏 最后记得把密码改一下 所以说这个步骤应该叫恢复港服账号 这是正常操作 不能叫改机 也不能叫刷机 是找商家帮你备份账号信息 你要做的是从你的机器上恢复备份 通过恢复备份的方式 让你的国行PS5登录港服或者日服的PSN账号 这也不能算是后门 也不会被搬机 也不影响保修 就像国行的iPhone可以登录外服的应用商店一样 其实我们的国产品牌的手机 也可以登录外服商店的